这样的选举结果真的让很多人觉得 民主的代议政治还是有希望的 接下来看另一波抗争了 这是让Apple的资方不得不睁大眼睛注意 这波争取工作权益 筹组工会的浪潮 席卷全美的各大企业 包括连锁咖啡店的星巴克 从去年12月到现在半年多 已经有150间门市筹组工会 接着是电商龙头亚马逊 仓储员工在今年4月筹组工会 现在换到了科技龙头Apple 刚刚在18号有门市成立了 Apple全美第一家工会 消息一出来 正在滨海别墅度假的美国总统拜登 对工会表达了支持 但是苹果到结稿为止不做任何回应 一群人欢呼着走出陶森购物中心 因为马里兰州巴尔地摩近郊的苹果门市 员工在18号成功筹组工会 成为这间科技龙头有史以来第一例 我们的面对盖 怎样是正在 我们正在向什么做 什么说 什么说 怎么行 但是我们不懂得任何 什么什么 什么事 在我们每天生存在 一百一十名员工进行投票 以六十五张赞成票 对上33张反对票顺利通过 这个苹果门市第一个工会 被命名为组织工会 零售员工联盟 又简称苹果盒 员工激动落泪 因为大力帮忙的亚特兰大门市 4月曾想要举行公会投票 但最后决定撤回 原因是遭到苹果恐吓 隔一个月 桃森门市的员工发一封信给苹果执行长库克 信中两名 这个筹组公会的决定 以获得多数同事的支持 同时也诉求在防疫安全上 能有更多发生空间 消息在社群媒体上迅速扩散后 苹果发言人不予置评 而居然在德瓦拉州度假的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支持 一波新冠疫情加上就业市场吃紧 让美国劳工把握时机捍卫自身工作权益 而这波筹组公会的浪潮 由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强先一步带起 同样兴奋欢呼 去年十二月 纽约州水牛城的门市 以十九票对上八票通过组成工会 成为星巴克在全美九千多间门市的第一间 也是这间咖啡连锁龙头 创立五十年以来首次 但当时不被外界看好 如今半年多过去 在全美组成工会的星巴克门市 已经迅速增加到一百四十三间 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家门市 已经提出组织工会的请愿书 坟观电商龙头亚马逊 位在史泰登岛的一间八千三百名员工的仓储 也曾在四月发起投票 并顺利组成亚马逊物流的第一个工会 当时员工还就地开箱并庆祝 但跟星巴克不同的是 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间亚马逊仓储 传出要组织工会的声浪 至于陶森门市的苹果员工 则表明自己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星巴克亚马逊和苹果之后 谁又会是下一个大企业 一波争取劳工权益的工会潮 似乎正许时待发 TVB新闻综合报道